日本传媒引述多名政府消息人士指 前首上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 计划在今年9月27日 在东京日本舞蹈馆举行 《环球时报》评论文章指出 安倍去世之后 日本的路线将会变得更加依赖美国 文章回顾了 安倍在2006年9月 以52岁之灵 成为战后日本最年轻的首相 当时他出访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多国 积极的外交政策 表明安倍淺行他走出战败阴影 展现日本是一个美丽国家的救赏 但是2012年12月他再次出任首相后 行的是夺回日本策略 无求摆脱战后体制 进而建立一个经济、外交、防务上 全面正常化的强大日本 文章指出 安倍的最大阻力正正来自美国 美日安保条约的首要目的 是要控制日本 美国越是依赖日本 来维持自己在亚太 以至整个世界范围的霸权 就越要管控着日本 文章提醒 日本昔日快速挖起 早已遭到美国的无情打压 美国利用自己在同盟中的主导地位 强力阻止日元国际化 又迫迫日本接受一系列 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协议 1986年的广场协议 更加是日本经济一决不振的转折点 文章总结 安倍之死将会令日本 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迷失方向 右翼保守倾向日盛 但又始终跳不出战败阴影的日本 只会更加依赖美国 但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 投靠美国 意味着将会更加受到美国驱使 结果将会为亚太 以至整个世界 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